Hello 大家好 今次拍這條短片 希望跟大家說一下在Protools的環境下 如何加多一些Buds 比如我們平常去Default的Buds 或者我們已經用夠所有的Buds 或者我們簡直想加多一些 Physical I.O.的 出出入入的通道 的Channel 我們也可以在這個情況的 框架下加多一些 這樣我們先進來 Protools這個環境 接著我們在頭頂Dropdown menu 選擇Setup 下面就有一個I.O. 接著就會出了這個 框框 譬如我們已經用完現有的Buds 我們想再開一些 究竟如何開的呢 我們先在左邊這個鍵 按New Path 假設我們開20條 20條的StereoBuds 接著我們按Auto Create Subpath 按這個之後 它就會自己做出一些Mono Buds 按Create 接著你就會看到 Buds 1 2 至到Buds 4 43 44 就是我剛剛弄出來的 你剛才之前按Auto Create Subpath 你按這個三腳形仔 你就會看到它幫你做Buds 1 Buds 2 兩條Mono 在這個Stereo的底下 即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在一條Audio Track上 譬如我們想傳東西 我們就會看到 我的Buds 1 是的 我的Buds 1 2 我們傳出去這裡 就可以是一個StereoBuds 去傳東西走 但是有些情況下 其實我們只是想傳 Mono的東西走 我們因為之前 CREATE了這個Buds 的時候 去幫你做Mono 所以你會看到 在Buds 1 2的環境下 這個框架下 是會還有一個Buds 1和Buds 2的Mono Path 那在這個 你就可以 傳出Mono的東西出去 好 希望這次的短片 這個小小的Tips 就幫到大家知道 如何去開Path 那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